在如今社交媒体盛行的时代 网红们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其中炫耀财富成为了一些网红展示自己生活的方式之一 也在全球掀起了一股网络炫富风潮 中国人对流行趋势的模仿和跟进一直以来都达到了极致的程度 而这股风潮在中国又演变成了怎样的现象呢 人们一直信奉要想富先炫富 在追求力量之前先展现出自己的强大气场 社交平台上充斥着这样的内容 如小红书人均喜提马沙拉蒂 B站豪宅低于5亿人民币不考虑 抖音美女创业一年年收入百万等等 富豪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常见 但在社交平台里倒是天天有 2018年在一个炎热的夏天 有一个身穿小熊人偶套装发传单的影片 在抖音上小火了一把 因为人偶套装下面有着一张清纯可爱的脸 再加上炎热天气下还要辛苦赚钱 顿时引起了不少网民联系给其点赞 而没过多久这位1998年出生的小网红摇身一变 身份换成了全网最年轻的董事长 在这位年轻的董事长张曼如的影片中 他自述自己22岁开始创业 创业之前斥资买下法拉利 次年又购置了劳斯莱斯 并透露在广州有7套房子 和两家公司办公面积有1500平方米 一时间这个励志且贫穷转变为富有的故事 让他在各大社交平台的粉丝暴涨 之前有一篇文章质疑 为什么抖音上的人这么有钱 抖音上充斥着名表名车名牌包包 网红们时刻纠结着带哪块表 哪个包包更搭配衣服 一手握着豪车方向盘 感慨开法拉利也找不到喜欢的女孩 一手不经意地晒出转账记录或手机里的余额 这也难怪刷抖音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感慨 为什么抖音上的有钱人这么多贫富差距太大了 对于这些人来说 他们是如何达到这种境界的呢 究竟有什么猫腻呢 人们一直相信炫富的四的自信 豪车名表豪宅旅游 豪车作为四大炫富之首是最直观的 一位在出租豪车公司上班的网民 曝光了其背后的猫腻 为了方便和客户沟通他建了好几个微信群 其中一个就是专门谈豪车租赁业务的 曾经他也以为过来租豪车的都是有钱人 毕竟各个打扮潮流光鲜 但后来才发现哪有什么富二代各个都是穷屌丝 这些客户大多是网红工资不见得比他多多少 但租豪车的目的却很明确开着豪车假装有钱人 现实中国的豪车租赁 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小的产业链 打开一些租赁APP搜索跑车租赁 各种豪车应有尽有 用搜索引擎搜索也能马上找到跑车租赁网站 一辆保时捷718最低只要1600元人民币日租 岸天租可以把车开到任何你想摆拍的地方 背景找对了豪车就不像租的了 比如开在别墅前停着拍 就有一种刚从公司开完跨国会议回来喝杯红酒放松的自然感 或者开到高级商场的地下车库提着名牌购物带潇洒的上下车 就有种今天心情不错所以来随意消费了个几十万的爆发户气质 直接比大马路上开远光摆拍高档了几倍 很多需要摆拍的都是靠这一招的呀 网红坐在车内360度连拍开车一直怒拍24小时影片 在今后的几年内隔几天就可以发发一两分钟的片段吸引粉丝 据部完全调查2019年中国豪车跑车租链行业的账面收入总值在20亿人民币 这里面有40%来自18到30岁的年轻人 如果在现实中连租一辆豪车的钱都没有 还可以花6块钱买一个影片素材再给店主传一段自己的录音 就可以把声音合成在影片里好像是自己在车里讲话一样 真的是6块钱买了不吃亏买了不上当 只要不把车开走想怎么拍都行 但要是不小心也是有翻车的 曾经有辆保时捷很火 这辆浙江精华牌照的保时捷Macon不是顶配也不是什么难遇的限量版 就是一辆平平无奇的保时捷入门款 可他最近曝光度太高了 他突然出现在了多个短片里成了网红的炫富道具 这些网红们也是不走心都发短片在同一个平台 要拼豪车也不要一堆人拼同一辆啊 搞得现在人没红这辆车到红了 而且这些短片的文案都充满了奇特的意识流让人们感到傻眼 这辆牌照为这剧的保时捷一会是带着几十万名表 却表示自己并不快乐的大哥的做起 一会是有盐有钱却只想找个软饭男的富婆的陪车 一会是被喜欢上小卖部姑娘的大叔开到农村 一会是41岁赢了事业却输了爱情的大妈之车 还发誓此生不嫁江西人 也不知道江西男人是怎么伤到他的 大妈还发誓自己25年没碰过一个男人让人们哭笑不得 文案千变影片不变 都是必须让这辆保时捷居中画面 然后再带上一个故作潇洒的身影 这类炫富网红所理解的富就是有事业有保时捷 一辆车多人共享 真的是在实现共同富裕方面取得了扎实的推进 第二位 假装在外国 除了豪车是炫富必需品外 经常不用工作在外国旅游也是必须的 也成了一股风潮假装在国外 你可能会问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山寨的外国景点 原来是满足了人类的基本需求3.0和强烈的市场需求 在网易数据2021年的统计样本中 中国至少有63个城市拥有小盛托里尼 小京都61个城市拥有小链舱 以及59个城市拥有小奈良这个数字还在不断扩大中 一辆电动车经过网红就能脑补出日本小链舱 不知是什么原因驱使 只要有绿皮火车和油轨电动车 就有网红假装在日本链舱 如果国内某个城市里有海滩和公路 只要有水坑和断头路的组合 厦门苏州惠州在他们眼中都成了没有独特魅力的替代品 甚至云南昆明的海耿大坝也成为了他们伪装成外国的小链舱 比如有草地和梅花路的地方就能假装在小奈良 所以中国各地诞生了无数个小奈良 仿佛不带这个标签就得不到平台的推广和流量 明明是大唐时期的古风遗留宝山寺 被他们称为日本小京都 看来身体是最诚实的 在网红滤镜和打卡风潮之下 只要有海滩和电动车就是小镰仓 只要有草坪和小鹿就是小奈良 有白色或者浅粉墙面就是韩国街头 遇到白墙和窄鹿这类的环境 他们会将其打扮成仿佛在韩国的样子 也不知是夸赞还是嘲讽都很难说清楚 甚至就连没有雪景的杭州 也可以诞生出无数个小冰岛 这样大可不必了吧 之前还有一些网红们在上海Costco超市门口打卡 文案都是假装在LA 也就是美国洛杉矶 随着Costco门口拍照假装在LA的风气愈演愈烈 已经有了深谙网红们打卡套路的网名尖锐的评论道 明波开始建Costco了 似乎在今年6月已经开幕了 又评论小红书用户可以假装在LA打卡了 反正在中国各个地方拍照假装环球旅游的不胜美举 搞笑的是文案假装在欧洲背景里 却有一根硕大显眼的东方明珠 有趣的是新疆西藏和川西 也被营销在东方小瑞士 为什么人们喜欢假装在外国旅行 故事的背后是这样的 有一位作者进行了一项实验 他将一段公园风景的影片原本标注在合肥 结果没有引起多少人的关注 点赞数量非常有限 而随后他将影片的定位修改为美国后 重新发布点赞数瞬间飙升到数万之多 评论区画风更是搞笑都是一片向往 有的人留言说好喜欢这种气氛 国内什么时候才有这种气氛 更有的说羡慕他们蓝天白云环境太好了 美人面上都带着笑容他们不用还房贷吗 真是万恶的美帝 蓝天白云笑容就是令人向往的自由气氛 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 上海的普及路桥竟被网红伪装成日本的热门打卡点 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去 普及路桥是人行和飞机动车两用桥 目前路面上并未划线区分人行区域和飞机动车区域 网红拍照会带道具摄影师长时间摆拍 甚至还有直接在桥上换衣服 据住在附近的一位网民称 他经常骑电动车经过那些拍照的人完全无视 有时一团人和道具就站了半边桥 摄影师经常边拍边往后退都不看一眼 开网的车辆撞到了算谁倒霉 结果公安局出动并拉起了满是红色宣传横幅的警戒线 有网民评论道 这一招直接又低成本 一拉起红色横幅再加上再重的滤镜也无法挽回局面 假装在国外的操作中 成千上万个高仿景点诞生了堪比楚门的世界 让人们吐槽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站在一个景点面前 却发现他完全不是自己想象中的样子 前段时间有受到蒙骗的小红书网红 反手晒出了网红打卡的拍摄图和实景图片对比 引起轩然大波 一边是粉红明艳的梦幻粉沙滩 另一边则是大片鹤红与杂乱的云南红土 多少人长途跋涉抵达云南城江却发现小丑竟是自己 一时激起千层浪 网民们纷纷晒出被坑的血泪史 有人被安立了千岛湖附近的小链仓 到了财经绝图片中和日本一样干净的街道 居然是杂草丛生的土堆 跟施工现场没什么分别 有的人兴致勃勃驾车前往金华小冰岛 想象中清澈湖面冷冽山岩木船木屋 所形成的异域风光非但不曾看见 反倒是尘土飞扬竟然就是个采石场 不能说和影片中的景色一模一样 只能说是毫无关系 还有的人前往京郊一处被称为小瑞士的地方郊游 直到置身于石地才意识到 广阔清脆的草原不过是一方不大的草坡 还密密麻麻地挤满了帐篷 要多失望有多失望 除了啼笑皆非的仿制景点 有些地方更是直接把一个外国小镇复制了过来 如天津的佛罗伦萨小镇 广东惠州的奥地利小镇 上海的泰晤士小镇等 河北石家庄的师生人面相 就曾遭到埃及文物部门投诉 被迫拆除后又偷偷重新组建 埃及文物部门气得怒斥 这是对埃及文明的无理行为 第三位 富豪拼团 对于专业的事情应该交给专业的人来处理 炫耀财富也是一门学问 无论是名表名车手袋还是服装 如果没有渠道那么很快 就会变成一位破产的富豪 幸好每个人背后有个强大的团队 名表豪车旅游美食应有尽有 连文案都给你想好了 直接复制粘贴到朋友圈小红书 就能轻松营造高富帅人设 目前在中国网络平台上 还能找到售卖小红书朋友圈展示页的卖家 从价格便宜几块钱到上百元 到高端大气上档次的照片都可以打包缝上 这些照片都是初级的入门款 据网民爆料还有更夸张一点的 直接拉入朋友圈群更新图片和文案 供买家们自取发小红书 卖家会考虑到名媛富少的衣食住行 这些单品图片基本满足了 日常精致生活的装富需要 包括晒顶及豪车的方向盘 在别墅里拆开限量款手表限量款球鞋 奢侈品包包的礼物包装盒都是最基本的 富人还要懂生活搭乘头等仓奢华邮轮走遍全球 去酒庄酒窖开一支年份红酒 插花茶艺音乐会等艺术领域都要涉足 除了高端图片的搬运工 还有加入PUA培训班 拼团把自己包装成成功人士拍摄高端生活的影片 2020年曾爆出上海名媛拼团 从5.99元人民币的炫富拍图和文案到98元修改朋友圈小红书定位 再到1599元艺人的形象改造 重点是这些群里的聊天记录 例如6个人拼上海利斯卡尔顿的双人下午茶人均85元人民币 看来贫穷打破了我们的想象力 原价268元双人时可分成6人时令人想起饥荒分餐的年代 15个人拼利斯卡尔顿酒店的房间 人均200人民币 40个人拼宝格利酒店房间 人均100多人民币 花这些钱拼这拼那的 全都是为了拍照发朋友圈发小红书 简单点说就是要装富 看着都有点魔幻了 都不知道是不是编的 难怪老外大叫中国人实在太有钱了 绝美景色之下人均85元的漂亮下午茶是不能吃 是要留给下一个人来拍照的 当然利斯卡尔顿下午茶的景色的确是很不错的 不然怎么会变成网红呢 高级酒店房间也不是用来睡觉的 是用来拍上海陆家嘴景色的 浴袍是可以穿的但不能弄湿 不然就影响下一个人拍照啦 你们以为事情就这样完了吗 太小看网红炫富的思维 除了酒店可以拼奢侈品也可以拼 花300块拼个三手的Gucci 人均400不到就能拥有一周的爱马仕手带 就连一条丝袜也可以拼 曾经60多人拼团巴黎世家丝袜平均每个人的话 二三十多块就能穿一次 最搞笑的是拼单后导致32人感染狡气病 拼单群群主在中招之后 气急败坏地进行查证 找出了换脚气病小姐姐的身份之后 不仅把他拉黑了 还号召其他拼团群主对他进行封杀 有的拼团则是更专业 想去哪拍就去哪拍 真的是装富旅拍 这种专门提供炫富拍摄的商家行画叫展示面拍摄 摄影师团队会去主要城市巡回拍摄 叫城市计划 比如摄影师在去北京之前会在微信公众号发布文案介绍拍摄行程 在发布之前拍摄好样片 例如在北京大裤衩对面的酒店豪华套房中注视着吸壤的人群 面对大裤衩健身胡同街拍等等 拼团收费2499元人民币 每次6人他们扎堆在同一个地方拍照不怕撞图吗 原来每次计划同一地点调色都不同 为的就是不让别人看出来是批量生产的 他们的宣传推文中 是一条名为不到三天我被500个正妹家报了的推送 文中称女生在筛选约会对象时 会根据朋友圈来定位男生的形象和价值 推送中还用拍摄学员与女生的聊天记录 说明展示面的魅力 有的留言说凌晨家的当天就管你叫宝贝 有的更说订好酒店等我 他们还有朋友聚会异性合影的服务 说白点就是一群装富炫富的男女合拍 各有目的像夜场的公主王子大家都心知肚明 在翻看评论区用户的晒图并反馈 告别了屌丝气质炸翻了朋友圈 还有人评价人生第一次体验法拉利服务很好 那哪些人群需要用到展示面 展示面商家的宣传页面中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了 微商网红商人白领帅哥美女 对装富有需求的人群虽然各异 但核心目的不外乎两点就是金钱极异性 不过一味地靠着虚假的包装走向人生巅峰 实现阶级跨越是不现实的 假的终究是假的就好比只是包不住火一样的道理 总会有被拆穿的一天 2020年7月份 一个叫做Naomi的上海假名媛人社崩塌 还被曝出来诈骗了将近一亿人民币 她原本只是一个直播网红 但是营造的人社是在国药上班 这是她为什么能够骗取一元巨款的重要身份 她撕克了很多公司的公章伪造合同 以公司名义向各个供应商进货 货物价格都是千万元人民币起步 由于涉嫌多起诈骗窟窿太大东窗事发 供应商闹到公司才发现不是公司真正的名义 公司报警后全公司的人都知道了Naomi诈骗的事情 她现在不仅是颜面扫地还要面临法律的制裁 然而这只是这位贾名媛的一面 同时她用诈骗来的钱租上海古北一号杭州一号院等这些高级住宅 以及法拉利F8魅影宾利等顶级豪车 通过这些来接近住在附近的邻居实现调到金闺序的目的 那也就不难理解这个贾名媛能够在直播间打赏男主播几十万元了 爱慕虚荣的遮羞布中将被世人无情地接下 伪装始终是伪装永远无法变得真实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影片 记得订阅和分享啊 下回再见